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百合花莉莉姐妹 下面跟大家分享马都纳多牧师的第七课 恩高的心得 恩高就是从神来的超自然的恩典和能力 治愈相信的人,成就神在地上呼召祂的旨意 为此我们需要得着恩高 圣经中,神用由来恩高祭祀君王和生病的人 使祂得医治,由代表圣灵 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 神恩高人是分别为圣 呼召人做神招他在地上要做的 所以神把这恩高赏赐给人 通过电视也可以恩高人 因神不受环境限制 恩高不只是给牧者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五重职士来服侍神 恩高运用在教会也运用在其他的领域 不管你在哪里,你要用恩高来服侍神 神要在教会里兴起一些人,创造财富 新的财富创意要临到你的领域中 这是创造财富的恩高 神把创造财富的恩高赏赐给你 这恩高的能力是超越属知识的能力 神的恩高不只是为了给你 是为了他的教会神的果度 帮助更多的人 想得更多恩高的秘诀吗 想得医治恩高增长的人 就为有病的人祷告 想得财富恩高增长的人 就去祝福尊荣更多的人和教会 神给你财富的恩高是为了他的教会 神国度的需要 扩展神的国度需要财富 圣经中神给五千两的 给两千两的 神又给因他使用了 给一千两的 神夺回了 因他没有使用 夺回来给五千两的 给两千两的 你希望得更多的恩高吗 就拿回去使用 拭目者就在教会使用 生意的恩高去使用 你会吸引更多的人 许多人要得外袍的恩高 以利亚离开的时候脱下外袍 以利沙用以利亚的外袍打水 水就开了 外袍也是个遮盖 启示的遮盖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耶稣被恩高的时候 是为了我们 主的灵在他身上 你的恩高是为了什么 神要恩高人做神的事 像恩高耶稣一样 是神在这领域里恩高你 使用你 恩高代下果效 马多纳多牧师 李保陵牧师 在使徒上有恩高 在超自然上有恩高 你在大学上有这恩高 就在大学里被神用 批判论断使徒事工 不会领受使徒的恩高 批判论断先知 说现在没有先知了 他就不会得到 先知外袍的恩高 人不是完美的 但神是如此的好 看人软弱 但神仍然要恩高你 我们会犯错 但神是如此的好 感谢神 排斥他就不会得 从神而来的恩高的好处 可以发预言的 不要被动 要宣告这事的发生 在灵里如此宣告 在外袍里领受 要求 要领受出来 做了就得着这恩高了 必须认出这外袍 就能启动这外袍 把一杯水给先知 会得先知得的赏赐 接待属神的人 尊重那外袍 服侍神的仆人 神会给你恩宠 哈利路亚 Amen 感谢神